大家好,我是John曾智成,其實我是爬山的,爬了二十五年山左右,去過世界各地爬山 其中可能多些人比較認識我,因為我上過三次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亦都去過七大咒,所以周圍世界各地都會去爬山 HCAM 其實我們因為有無牛,有波塔,就做運輸 所以在大本營的時間就吃得好些 基本上大家想得到可能在家裡吃的東西都會有 但一離開大本營之後,因為沒有無牛,亦都沒有其他挑夫可以幫忙 所以基本上都是吃一些要快熟,要即食的食物 所以就變成由基地營打後攻頂的時間 其實都是吃一些我們叫做地鞋追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比較容易攜帶,方便煮食的食物 所以就會在類型的食物為主 我想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和我的團隊 其實去阿拉斯加爬山的時間,主要的餐 其實是晚餐的正餐,我想大部份都是吃米飯 但大家知道如果正常在香港露營煮米飯 當然是沒問題,因為大把時間亦都的環境不是太惡劣 但是阿拉斯加的二十多天,其實不是這種環境 亦都是冰天雪地,所以煮食的時間都會愈快愈好 所以我們通常每一頓晚上的一頓 其實都是吃米飯,亦都是吃一些 可能現在桌上的即食飯 可能再加上一些湯、甜品 但是湯、甜品其實都是一些即食的食物 總之我們算卡路里去處理每一天的主要食糧 坊間很多時候都可以買這些快熟飯 其實它後面有寫有多少 我們的隊員其實一頓要吃兩包半才夠飽 因為其實一天做的運動量可能是八、九個小時 又要拖一些很重的拖冰箱 因為背囊揉不完 所以其實一天都燒好幾千卡路里 所以變成我們的隊員都要吃相當份量的食物才行 所以一來剛才說就是吃米飯 因為中國人始終都是吃米飯比較飽、有煩氣 另外就算是吃即食飯 其實也要吃份量比較多 其實那些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其實這些飯我覺得不一定是爬山才吃 其實每日活動的時間 大部份的選手都有機會吃 或者吃過甚至你未試過也好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即食飯都有很多類型 你見到其實這類型的飯是很中國化的 而且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那些飯有個好處是很輕的 一包可能是百多克 所以如果那天不像去阿里斯加那樣 又冷又拖八、九個小時的食物 其實一包我就夠飽 我的隊員比較年輕 所以就要多吃一包 有時我都是吃一包、一包半 這些飯很簡單 這些飯本身有白飯 有些白飯 白飯通常我們會帶其他材料 可能帶臘腸、古靈精怪物 但那些東西都是熟的 倒水之前就放進去 然後加進去 就會有那種味 有些是預先已經有調味劑 很簡單 其實你有一個滾的水 剛才滾了 然後我們就開封條 我自己的做法 就跟指定有少少分別 開了 然後開了之後 記得其實袋子是立體纖材的 就要吃一包乾燥劑 然後就要拿出來 否則就要吃一包乾燥劑 然後很簡單 就把整個立體養飯放平 然後拿好釘 然後其實袋子裡有一個水扇 它叫你倒進去水扇裡 我慢慢倒 通常我倒到水扇再多一點 尤其是天氣環境冷的地方 它的效能沒有那麼高 因為外面環境很冷 袋子也不是很保溫 所以我通常會倒多一點水 讓它吸收多一點 而且記得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攪勻它 攪勻它 攪勻之後 盡快把它燒進去 因為它有一條像 那些陶氏密實袋 那樣的燒 封緊它 然後就放 通常放15至20分鐘 如果你覺得天氣太冷的話 還有另一個方法處理 就是怎樣呢 因為袋子本身是防水的 和防熱 你可以拿一個大的熱水棒 然後浸著它 可以有保溫的能力 然後才保持15至20分鐘 都可以 但如果你的環境不太冷的話 其實就像這樣放 可能是0度 或者負一兩度 這樣放 其實放15至20分鐘 便可以吃了 所以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每一餐 正餐都是吃這些 我們叫做快熟的米 或者快熟有味的米 有味的米 所以就是這樣處理